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欢迎您的准时收看 我是杨璐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山羊家族当中的一个优良的品种 他们主要生长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中心产区在福建省的福清市平潭县 当地盛产的甘薯花生为它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而亚热带的气候又给它营造了一个适合的生长环境 这种羊肉山味小 肉质鲜嫩 带皮烹制的羊肉汤 汤鲜肉嫩 色泽金黄油亮 香气浓郁 说了半天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呢 它呢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自然选择和人工的培育 兼备了早熟 耐粗似 适应性强 繁殖率高等 诸多优点于一身的优质山羊品种 福清山羊 福清山羊 成年公羊平均体高53厘米 体长58厘米 成年母羊平均体高49厘米 体长55厘米 羊头呈三角形 耳朵薄 而且比较小 公羊 母羊 均长有角 公母羊 旱下都有燃 背腰平直 尾短上翘 毛色一般为深浅不一的褐色或灰褐色 福清山羊背部有一条带断黑色毛区 俗称乌龙背 随着年龄的增长 种公羊的毛色会逐渐变成黑色 福清山羊产肉性能良好 成年公羊平均体重为26天克 屠载率为45.9% 那么都有哪些地方适合养殖福清山羊呢 福清山羊的基本情况和适宜银种养殖的地区 我们再来看看福清山羊羊舍的建造都有哪些要求 建造羊舍的目的是为了给羊枝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放牧 思考条件 交通要便利 还要远离城镇居民区 工矿企业等人群聚集的地区 隔离条件好 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羊舍要选在地势高灶 排水良好 通风向阳的地方 根据我国南方的气候特点 建议采用坐北朝南的半封闭式羊舍 羊舍向阳的一侧不建造墙壁 使用围栏代替墙壁 另一侧修筑墙体 并安装适当的窗户 这样既保证了在炎热的夏季有良好的通风 又可以在冬季时有良好的采光效果 羊舍的面积可根据饲养规模而定 建筑材料最好就地取材 可以采用双蓝式结构 两排羊床之间保持一到两米的距离 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料投喂和羊群管理 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四槽和饮水设施 羊床可用木板铺设而成 为了满足羊喜欢清洁干燥的习性 木板间要留有一定的缝隙 这样就能够使羊脂的粪便尿液可以漏到羊床下面 缝隙一般为二至三厘米 至少要小于羊蹄的宽度 这样就可以保证羊蹄不会陷进去 又能始终保持羊床的卫生 羊床高度要在四十八厘米以上 羊床下面要继承光滑水泥斜坡 使落下的羊粪可以顺着斜坡聚集到羊舌外侧 便于日后对羊粪的收集清理 运动场要设在羊舌向阳的一侧 并设有通道与羊舌相通 运动场的面积可根据羊脂数量而定 但一定要大于羊舌面积 能够保证羊脂有充分的活动空间 运动场内也要设置四槽和饮水设施 好了福庆山羊的家我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接下来还要为福庆山羊准备一些他们爱吃的饲料 刚才我们说了福庆山羊的肉质那是异常的鲜美 于是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和我一样 认为福庆山羊的肉质好 是因为他们吃的饲料特别好 可是福建当地的养殖户朋友却说呀 这福庆山羊的养殖成本很低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就是说草比较多吧 一年之四季都有绿草吧 最适合养我们这个养娘 一到中午大概一两点这样换出去 到晚上五六点回来 都是吃的饱饱圆圆的 成本很低 到了饲草匮乏的季节 细嫩青草减少 剩下的大多是耐寒的 适口性差的饲草 这就需要饲养人员将这些饲草收割 打碎后再为给养殖使用 提高饲料的适口性 福庆山羊的精饲料要辅助添加 不可大量自卫 结合当地饲料资源 合理利用 避免浪费 福庆山羊常用的精饲料有 玉米 豆粕 麩皮 甘薯 盐等 羊舍和饲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养羊吧 那么福庆山羊该如何选种呢 不论选择种公羊还是种母羊 都要符合福庆山羊的品种特征 在此基础上 尽量选择体格高大 生长速度快的健康种羊 还要查阅种羊的家族系谱档案 避免离轻繁殖 肿公羊一般选择8月0以上 体重大于20千克的肿羊银肿 并且要健康活泼 发育匀称 踩持能力强 体长背宽 四肢高大 高丸大小适中 中母羊一般选择7月0以上 体重大于18千克的健康母羊 中母羊要外表清秀 神态活泼 皮肤柔软 富有弹性 腰情中等偏上 生长发育良好 乳房大小适中 选好了种羊 该如何对种羊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呢 我们先说说如何饲养管理种公羊 由于种公羊生长情况的好坏 直接影响配种效果和种群质量的好坏 所以必须对种公羊进行精心的饲养 一般在一个圈栏内 饲养二至三只种公羊 每只种公羊占栏为1.5至2平方米 有条件的饲养场 最好单栏饲养 种公羊要常年保持中上等标情 每天要做适量的运动 每天要放牧5至7小时 促进新陈代谢 保持体质健壮 精力充沛 有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经验品质 这样才能提高种公羊的利用率 肤青山羊采用自然交配 在配种期间 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加上繁重的配种任务 使种公羊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营养 这时的种公羊尤其需要补充蛋白质 所以在非配种期精资料的基础上 每天要额外给种公羊添加鸡蛋 一到两枚 将生鸡蛋与精资料混合 搅拌后喂给种公羊 每天每头补味精资料的量 增加至0.6至0.8千克 分早晚两次思维 除思维精资料外 还需要思维氢氯料 每天每头2到3千克 放牧时间与非配种期相同 种公羊每天最多可与两只母羊配种 配种间隔两小时以上 饲养人员要仔细观察 种公羊的食欲好坏 经常检查公羊的精液品质和精子活力 好了我们说完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工作 咱们再来说一说如何饲养管理种母羊 种母羊的饲养管理分为空怀期 日生期和哺乳期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各自的饲养方法都是有所不同的 接下来咱们就去一一的了解一下 空怀期是指母羊上一胎高羊断奶后 到再次配种前的这段时间 就浮兴山羊而言 空怀期为两个月左右 空怀期的种母羊一般都经历了 上一胎的产高和对高羊的哺乳 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 就是恢复母羊体况 为下次发情配种兽胎做好准备 在眷舍内保证每只种母羊 有0.8至1平方米左右的蓝色面积 空怀期母羊每天放牧时间要在5至6小时 除了坚持每天放牧以外 还要补四草料 1.5至2千克 粉枣碗两次投胃 为了控制母羊标情 精饲料的营养不能过剩 每天每头补为精饲料 0.1千克 浮情山羊母羊一年四季都可以发情 发情周期为20天左右 发情持续期2到3天 发情母羊大多会表现出 精神兴奋 烦躁不安 频繁排尿 因护红肿等现象 种公羊和种母羊的配种比例为 1比20至25 应该在母羊发情被剪出后 2到3天内进行配种 将种公羊与发情母羊赶到一起 让他们完成自然交配 为了增加受孕率 过8至12小时 再进行一次复配 父亲山羊的妊娠期 一般为145至150天 母羊的妊娠期可以分为 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 两个阶段 母羊配种受胎后的前三个月 属于妊娠前期 这一时期是胎儿主要器官 开始逐步形成的时期 所以母羊所需的能量 蛋白质、矿物质等都有所增加 在精饲料思维上 采用与种公羊一样的饲料配方 每天每头妊娠前期母羊 补丝精料0.1至0.2千克 放牧时间为每天5至6小时 氢氯饲料的补丝 与空怀气相同 每天每头1.5至2千克 分早晚两次思维 饲养员要观察 母羊体型的变化 一般在母羊受胎两个月左右 可采用处诊法 进一步确认母羊是否怀孕 一般是在早晨母羊空腹时 让被诊断母羊自然站立 饲养人员将两手 以环抱方式 放在母羊腹部下面 乳房前面的位置 拖起腹部 用手触摸是否有胚胎包块 注意检查时 不要用力过大 动作要轻 随着胎儿的增大 怀孕母羊就进入 妊娠后期了 妊娠后期 也就是妊娠的最后两个月 这是母羊妊娠阶段的 关键时期 每头妊娠后期 母羊占蓝面积 1至1.5平方米 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 母羊对营养的需要 明显增加 所以在精资料的思维上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投尾量 由原先的 0.1至0.2千克 增加到 0.5至0.7千克 分成早晚两次思维 并且还要给母羊 提供清洁 干净的饮水 妊娠后期的母羊 每天也要坚持放牧 但是为了保胎 要减少放牧时间 控制在每天3到4小时 放牧时 尽量选择地势平缓的操场 而且要远离灌木丛 防止树枝划伤母羊 引起流产 放牧的时间减少了 清律饲料的补肆 就要增加一些 每天每头 妊娠后期母羊 补肆清律饲料 3至4千克 母羊分娩前 1到2天 要少喂 或不喂清饲料 多思喂 又嫩清草 当母羊顺利产下小羊后 就进入到 母羊哺乳期阶段的管理了 由于母羊 要给高羊喂奶两个月 所以要将母羊与高羊 单蓝饲养 占蓝面积 一般为1.5至2平方米 刚生产后的母羊 体力消耗很大 产后2到3天内的母羊 不放牧 每天每头母羊 四味清律饲料 6至7千克 2到3天后 少量放牧 每天3到4小时 所以这时候 就要减少 清律饲料的喂量 每天每头 补喂四草 3至4天克 分早晚2次四味 母羊生产10天以后 就可以开始 正常放牧了 每天放牧 5到7小时 每天每头母羊 补四清律饲料 2到3天克 每天四味2次 在母羊生产2到3天后 开始给它四味精饲料 精饲料配方 与种公羊的精饲料相同 每天每头四味 0.3至0.5千克 同时 为了保证母羊 乳汁分泌旺盛 还要提高母羊 对能量 蛋白质 和水的摄入 福建当地养殖户 常用干薯和敷皮 加入水混合的饲料 喂给哺乳母羊 达到更好的产乳效果 将晒干的干薯丝 与水 按照三笔的比例煮熟 晾凉后 再加入盐 加入敷皮 用水吸食后 喂给哺乳母羊 饲料参考配方为 煮熟的干薯40% 敷皮19% 水40% 盐1% 每天每头母羊 四位0.2到0.3千克 每天四位两次 两个月以后 高羊断奶 就可以按照空怀期的 饲养方法饲养了 好了 我们说完了 种母羊的饲养管理工作 咱们再来了解一下 高羊的饲养管理方法 羊宝宝出生呢 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 较弱的羊宝宝 需要我们精心的照顾 由于新出生的羊宝宝 体质虚弱 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抵抗力 都非常差 所以呢 很容易就会发生疾病 因此呢 做好出生羊宝宝的管理工作 是保证他们的成活率 和未来种群质量的 关键所在 新生的高羊 应该在出生30分钟内 吃到出乳 母羊生产后 三到五天内 分泌的乳汁 成为出乳 出乳中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和矿物质 还含有高羊建立自身免疫系统的抗体 高羊吃足出乳 能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 但是 如果高羊难以自行吃乳 就需要饲养人员 辅助它 吃到出乳 对于母羊产后死亡 所留下的孤膏 或一胎生畜的多膏 可寻找其他 哺乳期的母羊带入 也可进行 人工补味牛奶或奶粉 因为高羊 要与母羊同栏饲养 但是由于高羊蹄子 更加细小 就要有板条排列 更加紧密的羊床 或者像这样 在栏内铺设供高羊 使用的垫子 避免高羊蹄子 卡在羊床的缝隙中 但要注意 对垫子的清洗和更换 除了吃羊妈妈奶水以外 高羊的早期幼食 也是饲养高羊的 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促进 高羊胃技能的发育 高羊食临以后 就要开始训练它们 采食细嫩的青草 也可以跟着产后母羊 一起放牧 每天三到四小时 让它们在牧场中 自由采食青草 减少对母乳的依赖 为断奶打下基础 高羊长到两个月 就要进行断奶了 福青山羊 一般采用 一次性断奶法 将二月龄的高羊 与母羊分开 放到其他体型大小 相近的 以断奶的羊肢 里面 断奶的高羊 就进入到 育成期的管理阶段了 育成期是指 羊肢断奶 到初次配种的这段时间 这时就要给羊肢编号 达尔标 记录疫苗接种情况 为了防止 早配乱配情况的发生 要将育成期的 公羊和母羊 分群饲养 保证每只育成羊 有0.6至0.8平方米的 蓝色面积 育成期的羊肢 生长发育快 增种幅度大 所以在精饲料思维上 要增加能量饲料 玉米的比重 适当降低 干熟的比重 饲料参考配方为 玉米45% 腹皮25% 豆粕14% 干熟13% 尿素0.5% 骨粉1.5% 食盐1% 每天每头育成羊 思维0.3至0.5千克 除了正常的思维外 还需要为羊 补充必要的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根据实际情况 给羊提供 盐砖 或海盐 供它们铁食 要让羊汁 每天有充足的时间 在牧场上运动 采食 每天放牧 5到7小时 当育成羊 供羊长到8月0左右 母羊长到7月0左右时 就要挑选 外貌符合品种典型特征的 健康强壮个体 留作肿用 为被留作肿用的育成羊 要阉割 去世后 进入育肥羊阶段的管理 育肥羊是指 肥肿用的 准备育肥出售的羊制 浮行山羊育肥羊 一般指 从育成期结束 到10月0左右的 肥肿用羊 肥肥期为 2到3个月左右 肥肥羊 占蓝面积为 每头0.8至1平方米 育肥羊是羊肠主要经济收益的来源 育肥羊 肥羊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羊肠的经济效益 需要注意的是 尽量避免育肥羊跃冬 因为冬季新鲜四草缺乏 不利于羊肢体重增加 影响产肉性能 为了快速达到育肥效果 要减少育肥羊的运动量 每天放牧 4至6小时 让它们自由采食牧草 为了使育肥羊 肌肉沉积 改善肉的品质 育肥羊的精饲料中 要多添加蛋白质含量高的饲料 使用米糠代替干薯 并且适当增加尿素比重 降低骨粉比重 精饲料参考配方为 玉米45% 麩皮25% 豆粕14% 米糠13% 尿素1% 骨粉1% 食盐1% 每天每头四味 0.5到0.7千克 每天四味两次 并且还要补四氢氯饲料 氢氯饲料不限量 当育肥羊饲养到10月0左右 体重达到25千克左右时 就可以出栏上市了 好了观众朋友 福清善羊的养殖技术 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不过再次我们还要给您提个醒 为了使羊汁能够更好的生长 日常的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放牧的时候呢 要将公母羊分群放牧 防止乱配情况的发生 在放牧时间安排上 也要随季节不同而适时的调整 另外还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定期的对羊群来进行驱虫和免疫接种 还要始终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卫生 坚持每天清早 定期消毒羊舍和运动场 保持羊舍干燥通风 这样才能够饲养出优质的 福清善羊实现好的收益 好了 今天节目又接近美生了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